大家好,我是小安,宽衍了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秋冬季节,又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 著名的中医心血管专家,国家级的老中医, 推荐用这款代茶饮。 秋冬季节经常喝,能够益气活血,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堪称是治疗百病的茶疗方。 朋友们喝了反馈都说好,浑身轻松,三高平稳,血管通畅, 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 我们先准备山楂。 山楂是一种幼儿童原的食材,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用。 朋友们都知道,山楂能够消食,尤其是消肉食, 我们吃的肉比较多,不容易消化,负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山楂,或者泡山楂茶水喝, 都能够很好的蜂蜜一些消化酶, 而且可以很好的健胃消食,蜂蜜一些脂肪酶大。 所以它有很好的降水质的作用。 对于高血压患者、患性病患者,有比较好的益处。 山楂损害的黄桶类维生素C、胡萝卜素等物质, 能够阻挡并阻断自有剂的产生, 可以增强这些的免疫能力,而且能够抗衰老效果。 山楂还能够活血化瘀,帮助消除血瘀状态, 能够治疗跌打损伤。 我们再准备橙皮,橙皮能够离气、健脾又化痰, 吃橙皮能够很好的健脾开胃的功效。 橙皮还有特殊的芳香,能够醒脾胃, 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食欲,促进消化。 橙皮还具有造势化症的作用的, 能够去除甜甜的湿气,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 对咳草痰多症状,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现代临场,经常用于治疗, 支气管炎,肺炎等疾病。 橙皮对于心血管疾病有比较好的预防作用的。 橙皮还有的纯类物质,可以兴奋心机, 增加血管弹性,保护心血管,调节血压, 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我们对肉的时候,可以放几颗橙皮, 可以很好的求饶增鲜。 如果是晕车的朋友们,晕床的朋友们, 可以闻一闻橘子皮,橙皮,都能够缓解晕车, 使人心情舒服,精神好,不晕车。 老话说得好,一时三早长生不老, 红枣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药用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吃红枣可以补血,安神, 能够不脾胃之虚功效。 红枣不仅能有丰富的铁元素, 而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 有非常好的预防贫血,补血的效果。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每天吃几颗红枣, 对人的好处是比较多的。 经常吃红枣,还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红枣含有丰富的卵领酸腺肝, 可以很好的扩张血管的作用, 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 吃红枣还能够养血,安神, 对心烦不舒,失眠多梦, 都能够起到特别好的促进睡眠的作用的。 红枣女性朋友们经常吃, 可以使皮肤细嫩光泽, 整个人特别的年轻, 又有气质,脸色红润。 再准备肤灵, 肤灵龟痞, 胃静, 有沥水肾湿, 健脾宁心的功效。 临床上用于水肿, 尿少, 对于弹势导致的头晕, 目眩, 心慌, 心疾, 脾虚导致的食少纳多, 搭配着茯林使用, 用茯林泡水, 能够看到缓解这些情况, 还能够使人安心入眠, 治疗心神不明。 患有三高的人群, 我们用茯林山楂一起搭配着猪水, 有助于调节血压, 软化血管, 预防心囊血管疾病。 玫瑰花朋友们不陌生吧? 这种玫瑰花味道比较清甜, 泡水喝很好。 玫瑰花还是一种药通原的食材, 经常饮用玫瑰花水, 可以离气, 活血, 调精。 如果身体出现了干预气氮, 月经不挑, 跌打损伤, 都可以通过使用玫瑰花来进行缓解。 玫瑰花茶, 还能够美容养颜, 活血花瘀, 抗衰老, 因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丹磷酸等物质, 可以帮助身体调精利尿, 缓解胃肠不适, 可以缓解身体疲劳, 酸痕的症状。 我们经常喝玫瑰花茶, 还可以软化血管, 促进血循环, 降低脑血管的压力, 还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再准备黄芹, 黄芹为补气须之主药, 芹为后天之本, 蕴化水果, 花生气血, 脾气不足则影响人体的健康, 脾气虚临症, 面色伪黄, 声音低微, 四肢疲倦, 乏力气短, 大便无力, 脉戏无力, 社会生活压力比较快, 黄芹为药, 服用之后可以使人体 很快地恢复疲劳, 增强耐受疲劳能力, 三五日后可以使疲劳缓解, 现在研究证实, 黄芹能够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免疫力, 喝黄芹水的好处, 除了能够强身撞铁, 还包括加强心肌收缩力, 能够无效地预防循环出现衰弱的情况, 胃炎, 那么我们可以喝黄芹水, 可以有效地减轻症状, 中医方面认为, 日常生活中, 经常喝黄芹水, 精神变得比较好, 气短的情况也会逐渐地好转,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慢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贴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所显示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茶水煮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喝了, 喝的时候趁热喝, 让营养更好地吸收, 口感更好, 营养更丰富, 这道茶对于气虚, 阳尾, 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 一般人服用, 可以很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免疫能力, 起到抗癌方案的作用, 而且可以使身体强壮, 延长抑瘦, 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做法还比较简单, 实在也是很丰富的, 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喝吧, 好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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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